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欺负凯里 凯里被欺负了 然后凯里下一届不会上阵 那凯里不能上阵 是不是马来西亚政坛的其中一个损失 我告诉你 这个完全是假的 为什么我说假的 因为凯里放话 他在半可怜 其实凯里放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仁包上阵 全马来西亚 全马来西亚只要有稍微关注政治的人都知道 仁包一定会是Dogmark的囊中之物 道理很简单 Dogmark他现在是巫统俗理主席 然后他是那边的2004年开始的州议员 Randau就在仁包之下的州议席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是仁包区会的巫统主席 他在那边做主席 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了 凯里从2008年在那边当了三届国会议员 可是从来没有掌握基层 没有掌握区部 他可以在那边上阵 唯一的理由是Dogmark在座者大臣 他不要当国会议员 他没有时间当国会议员 所以国会才给你凯里来上 就是如此而已 而且2008年凯里可以在那边 捡到这个喜威 拿到这个喜威 原因是他老 不是他老爸 是他岳父 巴拉 当时还是首相 安插下去的 所以他赢了 然后Dogmark也做着大臣 从2004年做到2018年 也做了十多年的大臣 安安稳稳的 所以就没有去抢他的国会议席 现在Dogmark是全国领袖 是巫统俗理主席的 他肯定竞选国会议席 那他竞选国会议席 当然是在自己的区部上阵 不可能叫他去其他区部 因为这里就是他的根基 就是他的地盘 像纳吉就是北根一样 也会有纳吉鼠疫的人选来上 因为其他人只要来 不是纳吉鼠疫的 纳吉抽一下后腿 你就输了 所以全马人都知道 巫统里面的人更知道 这个席位肯定就是Dogmark的男中物 而且是在2018年 巫统党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Dogmark一定会上国会 然后上国会一定会上人包 凯里不可能不知道 那为什么现在要半可怜 其实道理很简单 所以大家不要给政治的表象 来给忽悠 来给蒙蔽了 凯里肯定会上阵大选 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 根本跟现实不符的话来半可怜 说我可能不上阵大选 也不一定我会听党的吩咐 因为我现在没有区域可以上 我跟你说凯里讲这样子的话 就是在投石问路 在给大家建议他要上什么席位 以便他可以选 因为老实讲他也不知道 要去哪里上 现在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有地方上 巫统不可能不安排席位给他上 不安排席位给他上 大家骂我的话 我讲从来是暂停截铁 不会磨能两可 一定会安排席位给他上 凯里也不想去危险区 也不想离开他经营这么久的地方太远 所以圣美兰州或者是圣美兰州旁边 邦尼 这些席位 当然邦尼不太可能 邦尼是行动党的强区 这些席位都是凯里想要争取的席位 但是他不能公开讲 你一讲就会可能性大跌 像我之前所说的 慕尤丁一讲他要副首相 那副首相就拿不到了 所以凯里聪明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半可怜 然后要大家来建议他去哪里上 你看他一讲 我可能没有席位上 整个巫统就有很多人出来建议 有布塔加亚的 有去福隆的 有去丹宾的 有去Portisan的 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 我忘记了 Rerao 布塔加亚就是很靠近Neglesmila 然后其他的都是Neglesmila的国会议席 Neglesmila也不多 我国会议席好像只有八个 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只有八个 所以凯里其实就是要营造这个氛围 让大家拱 然后他可以选觉得去哪里最好 去哪里最好 你问我 我觉得凯里应该会去 Gualapilla Dampin 或者是Portisan 这三个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Portisan 有人讲安华走 凯里才会去 我告诉你凯里去打安华 凯里赢 安华留在Portisan 即便凯里不去打 派一个无名小族去打 安华要胜都没那么容易 不会再胜的那么漂亮的 拿80%的选票 我告诉你 就是60%的选票 微差微弱胜出罢了 如果能胜 你问我 我是觉得直接输的 你问Portisan的朋友 对安华有多么的不满 久久来一次 助理 只安排助理在那边 然后助理还不做事 然后Portisan旅游区 在这个疫情之下 是被影响很大 是被打击很大的 你想Portisan 这个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区 没有外国游客来 没有本地游客来 因为不能跨州 所以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而且治水的问题 一直都有 所以西蒙 西蒙在那里 其实是遭受到很多的 不满的 因为州是由你来执政 所以安华会跑 我是很早就已经分析了 安华是不可能会在Portisan上阵 你叫我分析 看他会不会打脸我 我希望他在Portisan上阵 我真的希望 他要跑 我之前也分析了 他不会去Dumbun 就是Pera的Dumbun 比较可能就是Bandan 或者是回Banbanbanbano 因为回来就等于他怕输 所以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回到自己的牢草 他待在外面会比较好 毕竟他是重要的人物 你看这个Dumbun的席位 讲到Dumbun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西蒙的问题 一个你们要赢都很困难的选区 就可以还大选还没有来 就可以弄到你们公正党跟行动党 两个合作十几年的盟友 在媒体上公开的你来我往在骂架 Pera 这边有Pera的独有吗 就在Pera 以保看直播的独有 发个嗨 你们看以保的新闻这几天 就是公正党行动党在互相讽刺 互相骂来骂去 为了这个Dumbun的席位 Dumbun的席位 你们以为是你们囊中之物 这个就跟马六甲跟柔佛的情况一样 明明你们都不能赢 你们还在那里争大臣 在那里你狗咬狗 鬼搭鬼 这样子貌合神力的联盟 要人民怎样支持你 所以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 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 所以凯里 我们回到凯里了 凯里其实是故意这样子讲 是故意这样子讲 并不是他不会上阵 他肯定会上阵 只是他要营造这个氛围 让大家拱他出来 让大家选最适合的席位给他 他再从里面来挑选 因为他如果自己开口 我要去Gualapilla 或者是我要去Tunting 那边的区部主席会不满 凯里也不是那边的区部主席 所以他不想引起这种反弹 底下人家抽他后退 是Dogmart叫我来的 你去骂Dogmart骂我 你不要生气我 我选上了我也会照顾你的 你放心 对吗 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 然后凯里当然 他是现任部长里面 少数有功劳 少数有功绩 少数有做事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凯里从政以来都争议不断 大家不要给他现在的好形象 好像很开明的形象 给忽悠了 我跟你讲 包括在小片D David也有讲 David有讲 如果凯里做首相 他可能会支持乌统 其实凯里 很多的争议 包括我之前讲的举荐 Hishamuddin为举荐道歉 凯里以更激进的态度说 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不应该道歉 我们举荐是没有错的 人家惧怕我们举荐是他们的错 凯里讲的 然后凯里一向来都是没有基层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他做了三届国会选区 他连一个区部主席都没有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一开始从政 就是靠巴拉的避营 他是空军空降的 然后他也一直走着精英路线 他也确实是精英 海外著名大学回来的人 很著名的大学 他什么大学我忘记了 忘记是Osfolk还是Cambridge 我忘记了 好像是Osfolk 我忘记了 大家自己去找资料 所以他一直走着精英路线 这些精英就有一个问题 他们看不起草根 行动党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一样的 那些Cambridge回来的 看不起这些草根 然后硬硬要拉这些精英 主播上来 所以引起基层的不满 所以党选被拉下台 所以凯里也有这样子的情义结在里面 所以他一直都不经营基层 他以前靠着巴拉的避营 然后很顺利的当上国会议员 很顺利的当上无情团长 之后你看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在政治里面没有什么发展 如果不是因为喜来登政变 巫统突然拿回自己的政权 然后有太多人 太多领袖 没有 不可以当官 争议太多 所以拱他上来 给他当上了这些重要部长 其实本来科技部长 是很不重要的部长 是刚好因为疫苗 然后当时的阿兰巴巴 卫生部长做到太差了 所以转嫁给他 给他做 才给他有这个功劳 所以凯里也是蛮幸运的 从以前的四楼男孩的争议 就是遥控 阿布朗·巴达威 老马骂他 老马之前 在2006、07年的时候 就一直在攻击凯里 然后有牵扯出凯里很多丑闻 大家可以去找资料 凯里曾经被调查过 被调查过 但是有没有提告我忘记了 然后也有几个案件 是有涉及凯里的 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所以是因为这一个疫情 全部部长都很废 才让大家觉得凯里 鹤立集群 但是他始终是巫统基因的人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而且他本身有很多的争议 然后他是没有基层的 所以不要把政治人物美化 不要把政治人物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是我一直都在告诉大家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谨记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谈一下 鹿域后巫统的情况 我为什么刚才先谈凯里 原因就是从这里就可以折射出 不管凯里也好 不管马哈萨也好 你看马哈萨叫凯里让人爆出来 其实这些诸侯 他们根本印证我之前所讲的 没有人管纳吉 没有人管纳吉的利益 其实都在为自己在绑装 为自己在找席位 为自己在喊话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这个就是政治现实 Zahid好像很忧心纳吉 但其实不是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案件而已 他看到纳吉进去蹲 纳吉都可以进去蹲 首相都可以进去蹲 你副首相有什么理由不能进去蹲 所以他才会那么激动 那么深思力竭 那么深泪俱下 他不是为了纳吉 是为了他自己 那讲纳吉入狱之后的 当然我们要讲一下 又又又又说中 之前很多人讲纳吉是说谎的 我说他不太可能会说谎 现在被证明了 很多人讲他是去骗 医院的冷气医院的床 现在隔天他上法庭 他的律师公开讲了 纳吉昨天都没有在医院过夜 检查完就回去了 所以很多人的脸很肿 认为纳吉收买医生的人 认为纳吉说谎 是为了去医院享受 可以在那边过夜 可以在那边住几天 脸肿了 他没有在那边过夜 这是他律师讲的 他律师不可能讲片话 在这个事情之上 所以很多人 这就是我说的 不要以自己的角度去猜测 不要凭空捏照 很多人讲 钱可通神 才可通神 纳吉可以买通医生 来陪他造假 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 纳吉怎么会坐牢呢 为什么纳吉买通不了法官呢 三个法庭 九个法官 一致判他有罪 所以这样子讲的人 你污蔑了那个医生 你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之下 你污蔑了医生 污蔑了监狱区的官员 全部都是你凭空捏照的 这样子是一个很不对的事情 很罪大恶极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犯这样子的错误 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说 要有分析 要有理据 不要为了讲而讲 不要先入为主 不要为了骂而骂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 谈一下巫统在纳吉书役之后的情况 很多人认为 纳吉书役包括 Bangmota表面罪成立 LOSMA罪名成立 大家知道表面罪跟罪名成立的差别 我讲过很多次 9月23号 Zahid的第二个案件 表面罪会不会成立 Zahid已经有一个案件 几十条控状表面罪成立了 就是UKSV的那个 第二个案件是VLN 就是中国签证系统 之前我们也讲过 有详细讲所有Zahid的控状 在之前的直播 也已经剪成精华了 在Facebook在YouTube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你不知道Zahid的控状 不知道Zahid现在面对什么情况 可以去看 所以9月23号 Zahid并不会像罗斯马被判坐牢 只是表面罪成立 还是表面罪不成立 表面罪成立就进入自变环节 Zahid在UKSV的案件 才刚刚完成自变 刚刚完成自变 然后要叫40个证人 现在在VLN的案件 VLN是UKSV 另外一个洗钱案 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现在在这个案件 他输他最多就是进入自变环节 然后再叫正人环节 所以距离他坐牢 距离他被判有罪 还有非常远的情况 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大家可以看回去之前的 那这些人被判有罪 被判表面罪成立 对巫统会有影响吗 会对西蒙有利吗 老实讲 我的看法 我的分析 我认为 其实并不会对西蒙有利 反过来对巫统是有利的 巫统的铁杆支持者 会认为我们的领袖被亏待了 中间的选民会认为 沙比里做得不错 他没有干涉法庭 这些high profile的案件 一个一个都罪名成立 他没有干涉司法 他没有换大法官 他没有换总检察长 这些都是我之前讲的 那个四个条件 如果沙比里去做 沙比里就是最笨的人 这个消息是他自己放出来的 给媒体知道 我不会这样子做 要塑造自己的好形象 所以沙比里是最得意的一方 中间选民会对沙比里 觉得有好感 巫统好像也没有这么差 沙比里好像也可以支持 只要纳吉现在已经进去尊了 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已经达到了 那西蒙的支持者 当然如果很铁的 你不管做什么 安华怎样骗你 安华怎样讲骗话 你也是一样会支持他 那些不用讲 但是没有这么铁的 也会是同样的情况 西蒙做不到的事情 沙比里做到了 我没有干预 而且他是顶住压力 你看沙比里一直塑造自己 是顶住压力 巫统有给他压力 有给他条件 要他辞职 这些消息都是他放出来的 所以或多或少会对他改观 然后 巫统 也会从这边来得力 这是很明显的 我之前就已经分析过 纳吉跟Zahid 早早就跟巫统切割了 巫统把他们切割了 所以纳吉 Zahid的案件 你不要跟说跟我们巫统有关 不要说跟我们巫统有关 所以其实现在挖再多的案件出来给Zahid 挖再多案件出来给纳吉 包括LCS 冰海战斗舰的问题 并不会对巫统造成更大的伤害 反而会让巫统加分 现在挖出来的任何丑闻 如果涉及这些人物 对巫统是加分的 因为他们没有掩盖 他们现在做政府 他们没有掩盖 所以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 他们会遭受到损害 那 会不会有人生气 你关了我们的领袖 关了我们的纳吉 会吗 我告诉你 你想太多了 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阿玛·马斯兰 他是纳吉的宗师知识者 我的同乡 他是笨真的国会议员 阿玛·马斯兰 Dometo炒饭 把Dometo摆在那个锅旁边来拍照 摆盘 他不叫摆盘 他叫摆锅 大家都知道了 这好人 巫统的总秘书 公开讲 不要骂Zahid 请大家骂西蒙 不关Zahid的事情 我们是 不能干预司法的 提告的 选择性提告的是西蒙 所以提告了之后 由交由法官来判 其实他这样子讲 某种程度上是证明 纳吉有错 只是不应该提告 他认为 他的意思是 你要提告西蒙的这些案件 你也一起提告 林冠英也一起提告 洋房案也一起提告 为什么洋房案你cancel 你来告纳吉 这是他们打的方向 因为我跟你讲 没有人敢公开讲 法官判错 法官是做错的 你这样子讲 是犯法的 Zahid有讲 Zahid说漏嘴了 所以他现在也遭受着调查 因为你这样子讲 是对任何 有一点知识的人而言 都听不进耳的 因为纳吉 九个法官 三个法庭 证据确凿 写了八百页的判词 写了四五百页的判词 来详细讲述 为什么判纳吉有罪 任何人 有accessed 这些information的 都可以知道 纳吉有多错 包括接下来 罗斯玛的案件 包括接下来 Zahid的案件 所以你去捍卫他们 很明显是不对的 是不应该的 所以捍卫纳吉的人 会越来越少 像阿曼马斯兰 也不敢站得太靠前 来去捍卫纳吉 所以我讲了 纳吉人走茶凉 这是千年不变的道理 当你没有权力 当你没有影响力 虽然你还有一个 四百多万的patch 但你的影响力 会慢慢的下降 人走茶凉 纳吉避不了 任何人都避不了 所以纳吉入狱之后 很明显 他的势力越来越下滑 他被媒体提到的程度 他的Boscow旋风 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可以再更新他的账户 他可以再更新他的post 可以再写东西 可以再放照片等等 经营他的tiktok 但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你写的了 你有一个团队在后面经营 那我们支持你的团队 我们支持你什么 叫你的团队出来 你的团队是谁 我告诉你 纳吉背后的团队 很多华人的 我有内幕消息的 但是我要保护 给我内幕消息的人 所以我也不能公开说是谁 但我有看过照片的 我知道是谁 所以很明显 纳吉的势力 会越来越下滑 不会有人对他忠心 更不会有人为了他 为了救他 典当自己的政治利益 全部都着眼于自己的 眼前政治利益 这个就是政治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不要太过天真 所以现在除了Zahid 现在Zahid也 严了 也安静了 Zahid开始很愤慨 因为他的案件要下判了 虽然是判表面最成立 第一个案件 要下判还要至少三五个月 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也跟大家讲了 他比较上心 然后有号召机会来 号召大会来谴责司法 来说纳吉是被不公对待的 然后你看现在也安静了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证据是确凿的 然后这个也是政治现实 所以巫统在纳吉入狱之后 他的情况是更好的 在Zahid入狱之后 情况会更加好 他把这些毒瘤 已经切割掉的毒瘤 影响不到巫统的毒瘤 破坏巫统形象的毒瘤 送进监狱里面是更好 但是应该等不到Zahid入狱了 才大选 等不到 我之前的直播就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阿曼马斯兰的讲 不要怪罪沙比利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人走查量 什么叫政治现实 所以就跟大家分解到这里 当然对于巫统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巫统是现在最重要的政党 也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政党 有机会下次再跟大家讲 已经直播接近两个小时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